思不真 每日灵修 经文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那些信靠耶稣的人 腹中有活水的泉源 一直涌流且涌到永生 心中有耶稣的人 总是乐观积极 生活有劲 常常面带笑容 两眼有神 生活对他而言 不是一件乏味或满有重担的事 反之他总是达官随缘 知足常乐 生活充满了爱的光和热 把他关在地牢 他甘之如頤 把他放在旷野 他也不以为苦 亲朋好友离弃他 但主耶稣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 胜过兄弟 把诗人所靠的财富健康 从他身上挪走 他仍然信靠主道地 他的心 像个不动摇的活度 又如满意的福悲 因为主耶稣在他心里面 又如一口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泉水 你心中可有满足的喜乐 耶稣是否是你生命的一切 你是否别无所求 只希望认识救主更深 与他的关系更密切 那么来吧 到这旧温的泉源面前 尽情地引用 上帝绝不会嫌你喝得太多 他只会说 来吧孩子 尽管喝 我一切的丰富 都属于你 我一切的丰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